来了兄弟们啊注意了啊 如果以后你们去这个市场上收购或者是购买这个三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 啊因为现在很多黑商家就拿奖啊论真啊 然后就是坑之前我们之前农民的钱啊 然后今天呢啊我就给大家啊讲解一下我以前的这颗植物啊 重点来了啊 它的叶子呢啊长得很像这个千金藤啊 然后它的果子呢长得很像这个三七啊 干了你根本分辨不出来的啊 然后呢它也是一棵藤克类的植物啊 它既不是三七也不是千金藤啊 它是藤七啊 它也是一款相当了不起的这个中草药啊 它有它的妙用啊 它的功效呢也很大的 它具有这个消肿止痛啊活血去瘀啊 特别是对于这是骨折骨断骨链是有相当神奇的疗效啊 它还起到一种固定的作用啊 比如说你那个骨折骨链啊 这个骨断的地方你就把这个果子拿回去夺碎啊 夺碎了之后呢啊就把它敷在这个伤口这里拿纱布包起来 第二天它这个硬度啊比这个石膏还要硬知道吧 它还起到一种这个消肿止痛啊活血去瘀啊 还起到一种固定的这个作用啊 对骨折骨断骨链是相当好的一颗中草药啊 其次呢它长得很像这个三七啊 一定要注意啊广大这个药明嘛啊 然后很多上黑上将将在拿这个果子去啊 然后上干了跟那个三七放在一起 你根本看不出来不认识 不是很认识的人根本看不出来的 它很像上干了很像三七啊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重点的介绍一下这颗植物啊 然后啊也也让咱们家人啊 咱们家人咱们粉丝啊认识一下这颗植物 然后顺便给我来一波这个红心好不好 来一波红心 因为大清早的我给你们拍个作品也手势不易啊 啊在此呢我就感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啊